我們今次的訊息就是做生命的好管家 就是說我們怎樣管理好我們的生命 我們很多人都說我想侍奉神 我想給神用 我想大大發揮生命 很多人都想的 不過結果做出來是不是做得到呢 譬如我大大是做教書的 那些學生想不去讀大學 個個都想 不過到了手機在眼前的時候 或者去玩的時候 什麼都忘記了 全部都說想讀大學都忘記了 完全忘記了我們付出的代價 有很多人都說我想侍奉神 但是侍奉神真的要付出代價 真的要付出很多的訓練 很多的栽培 很多的操練 譬如我自己 我真是一生人中 神使用我很多東西管理我的生命 第一 在我一信耶穌 我立刻看聖經 很用心去看 所以我很多聖經 我在初信的時候我已經記得 我有很深刻印象 神的壞音一直在我裏面 亦都很有心存呼吸 所以有很多經驗 傳呼吸 和幫人的寧靈 然後後來 神又給我在神樂園學的東西 我怎樣應用回 我每一樣學 我都會應用回 怎樣應用回呢 然後我有機會去學彈琴的時候 其實我開始的時候 不是真的學彈琴 只是因為我懂得吹口琴 我一聽到音樂 我小時候都是神預備的 我見到我爸爸吹口琴 我問他 你可不可以教我吹口琴 我學了吹口琴的好處 就是我聽到音樂 我只知道它是甚麼音 譬如說 Doremi so so not so mirito 即是我只唱了出來 那時我的團契需要彈琴 有個人告訴我 買一個琴 你右手彈一個主音 左手彈一個音 彈一個和字 就是這樣 我完全沒有學過 就是這樣開始的 那一開始 後來我就有機會找老師學 又一路學一路學 就是又學彈琴 跌他 打鼓 唱歌 聖靈的運作 我經歷聖靈 我又真的用很多時間祈禱 還有很多時間去操練 即是說原來 我們想給神用 是一定用很多時間去操練 訓練 是一定要整個生命提升的 因為在我來說 我是不會浪費時間的 如果我浪費時間 我覺得很內疚 那我不是說我不玩 我會打球 我和太太一起去旅行 但是我除了去玩的時間 和我太太溝通的時間 我都是一路預備材料 寫材料 預備信息 和神的關係 即是時時我也不浪費 即是怎樣更加提升的 那我都希望大家都是知道 我們想我的生命 你想要侍奉神嗎 你想讓神用 你想讓生命更大發揮 是必定我們管理好我們的生命的 好了 大家看這兩個花園 所謂花園 是不是左邊漂亮很多 很有設計 顏色 什麼配搭 真的要很有心機 好的管家就是這樣 不好的管家怎樣呢 真的呢 亂草重生 有很多人就是這樣 花園需要管理 人生都需要管理 有很多人的生命是沒有管理好的 沒有好管理生命 那人會變得怎樣呢 即是沒有管理好的 和神疏遠 和神的關係不好 自卑自憐 有很多人說 我不行的 我做不到 我沒有用的 這種心態有很多人有 事業失敗 即是都有人跟我說 哎呀 被人炒完 一份有第二份 即是其實很多因素的 不是 即是有些人就推了魔鬼 魔鬼攻擊我 又炒魷魚 即是我們都問問 我們自己有沒有做錯呢 我們關係怎樣呢 我們工作能力呢 這個都是需要我們管理好我們的能力 所以在年輕的時候 你就很管理好自己 很多人在年輕的時候 就只是玩手機 玩遊戲 他都不懂得管理時間的時候 到他長大的時候 是很難他的生命管理好的 然後呢 也都有很多人沒有真正的朋友 因為他不懂得關心別人 即是在讀書的時候 哇 一起玩很開心 一畢業好像每個都走了 他去了哪裡呢 上班的時候 覺得已經很多人 未必真的愛他 所以變了很少爭的朋友 那這也是需要投入的 即是怎樣去關心別人 以致我們有好的朋友 我自己的朋友滿天下 很多人都很想我去他的地方 即是我真的去到哪裡都關心那裡的人 我都希望大家都是一樣 即是管理包括我們的朋友 還有很多人情緒失控 即是情緒好像 哇 很煩啊 不開心啊 好猛陣啊 好激氣怒吵啊 這些都是他生命沒有管理的 或者空手建築 即是沒有處理好生命 沒有事控神 我希望大家不是這樣 大家看這裡 哪些人有份呢 死了啊 即有人跟我說 很多人都有份 那又怎樣呢 那我告訴你 管理情緒 不要馬上灰心 現在開始都不要緊 那我神秘哥那句說話 一天改善百分之一 一百人就一百百分之一 不要緊 一天慢慢來 即是總是用正面 不要說 哎呀死了我什麼都失敗 那你就很慘了 哎呀我什麼都不及人 那你就很灰心 但是你說 我總可以改善 你改善的時候 你就越來越好 那一個可憐的有錢的小女孩 這個小女孩呢 1912年至1979年 她是全世界當時來講 第二有錢的一個女孩 因為她 她的家人呢 是兩邊都很厲害的 她媽媽 她媽媽的爸爸是Woolworth 是在美國一個很大的連鎖店的創辦人 然後她的 等等我先想一想 她自己的爸爸就是E.F. Hutton 也是一個很大的經濟體系的 我那時候都記得 有一個告白就是 那些小朋友讀 A B C D E F 跟著每個小朋友都說 E.F. Hutton 就是很出名的這個公司 她用這個小朋友的環境來買告白 她呢 就是那個有錢的程度 是多得很厲害 但是呢 她很可惜 她六歲她媽媽自殺 因為呢 她的爸爸 就是E.F. Hutton 其實是一個很不忠心的丈夫 也都是不顧家 經常都是做工的 所以她就缺乏愛 她媽媽也是很有情緒病 所以她小時候有情緒的病 那她呢 是很濫用她的生命 就是我想說 有些人管理生命很差 她十八歲的時候 她用了八百萬的港元 就是我接合的時候 八百萬的港元 三天慶祝她的生日 但是她一路浪費的時候 她結果 她一生發生很多事 七次離婚 曾經和一個白雀 一個藍雀 三個王子 還有Carrie Grant 大家我不知道 如果你有看西片 你知道Carrie Grant 是一個很出名的西片的明星 不過我知道 香港現在不是很流行看西片 還有一個花花公子結婚 最後一個 但是呢 最後都是離開的 她自己一個人的離世的時候 她自己以致她情緒不好 吸毒 喝酒 還有她在性關係上很多問題 她死的時候 只剩下幾千元美金 她的心就是這樣過去 就是 其實是很坑坑的 最後的時候 她不是住在她的大屋 她是住在一個酒店 即是她已經沒有了她的大屋 她以前是有很漂亮很漂亮的屋 即是一個人 原來她就算有很多東西 但是她可以完全失去 有些人說 我都不是這樣 都不用 和我沒有什麼關係 但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有 我們曾經有機會的時候 我們曾經有機會的時候 我們珍惜 現在你有機會 你珍惜 這一陣子 你能夠 make the best of what you have 即是你有的 你用到最好 你的生命一直提升 一直走實的路 最重要是走實的路的時候 我們整個生命都會提升 隨意 其實兩個處理生命的方法 一個是刻意 一個是隨意 隨意 隨意怎樣呢 見到手機就玩 見到遊戲機就玩 見到手機就玩 見到手機就睡 見到電視就看 見到電視就看 見到人去玩就玩 即是很多人的生命就是這樣 她覺得have fun 開心 這個是沒錯 我們應該有have fun 但很多人就會失控 其實所有的娛樂 都有一種性 就是忍 上癮性 它是令到人上癮的 其實任何事都是上癮 當一個人隨意 習慣了 躺在那裡 喝下什麼什麼 看看電視 坐在那裡 他一習慣了 他以後都是這樣的 我感謝神 當我小時候 神已經給我的心 是不要浪費時間 我小時候都已經有這種性 即是我會做不同的事情 我小時候我爸爸教我練力 其實我手瓜以前大很多 我現在因為曾經吃素食 所以有些人見過 我以前很健碩 為何現在這樣 不過依然我都是很多肌肉 即是我小時候又練力 又練吹口琴 又讀書 我小時候學校教我們讀英文 我就回到機場就讀了 即是我就一直讀 即是我小時候 神都給我這個聖情 就是很勤力的 很想一件事都做好的 我順著之後更加管理我的生命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你看這裡 這裡左手邊的 隨意的喝酒 或者就是玩遊戲 很多時候 父母玩 小朋友一起玩 然後這裡刻意管理生命 看聖經 和神有好的關係 建立在神的話語 又關心人的時候 他的生命是很不同的 聖經又講到 忠心和忠心的管家 他們的後果 一起讀 盧家福音十二章四十二節 主說 誰是那忠心有見識的管家 主人派他管理家裡的人 按時分量給他們 主人還道 看見僕人這樣行 那僕人就有福利了 我實在告訴你們 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即是說 忠心有見識的管家 就是主人派他做的事 他就按時分量 他就照顧好家裡所有的事 當主人見到他這樣的時候 這個人就有福 但有些人說 跟耶穌的腦子很長 很難 其實耶穌告訴我 首先耶穌用一些容易 他說一杯糧水你比較少 都不能不得上次 即是總之你的心 我見到人就幫 我們在這裡 每次聚會之前 有服侍討會時間 有輔導 待會也會有一些這樣的時間 都是給大家機會去訓練 去侍奉 當我們真的去幫人的時候 如果一杯梁小神都歡喜 神更加歡喜我們服侍 弟兄姊妹 所以我希望大家 這裡你接受服侍的 或者沒有接受服侍的 你都學習怎麼去服侍人 這樣的時候 你做一個好的管家 將來神 不只是將來 現在神都會稱讚你 譬如我 其實我很多時候 我都見到神特別安排 好像我今次去到宣教的地方 都是看到神特別安排 還有我之前我都說過 在非洲 是有第六次和第七次有人 第六個就是發夢 以前五個都是發夢 見到我 沒見過我之前 而這個第六個是說到 他被人追很害怕很害怕 又後來見到我的時候 一祈禱立刻 他整個人就充滿喜樂和人愛 這都是神的認可 神的認同 就是神喜悅 我們有心服侍 我不是說我好 其實我是 在軟弱的時候 神興起我 神都是可以興起你們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說 我們珍惜 當你珍惜的時候 你的心 神我願意服侍你 我願意走你的路 神就欣賞了 你會現在跟耶穌說 主耶穌我願意走你的路 我將我生命給你 你幫我 我一步一步走你的路 其實個個都可以 我希望大家 不要浪費了你的命 因為我的命很矜貴 我的命呢 比起先那個 這個貧窮的小女孩 富幼的小女孩 她叫做 The Poor Little Rich Girl 你上網可以找到她的書 The Poor Little Rich Girl 即是怎樣的生命 你如果看 你會令到你更加覺醒 即是好像她這樣 她有這麼多錢 但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有這個生命 比她的錢更加珍貴 我們的生命更加珍貴 好了 但另外呢 就講到有些 有些仆人呢 就不是好的仆人 路加福十二章四、五節一起讀 那伯仁若心會說 那些主人必來不遲 就動手打伯仁和事女 並且吃喝醉酒 罪他想不出的日子 都知道事實 那伯仁的主人要來 重重地處自他 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 伯仁知道主人的意思 卻不易備 又不順他的意思行 那伯仁必多受責打 那就是說 另外有些仆人呢 就是他是動手 這個管家 動手打其他仆人 又吃喝醉酒 隨意浪費他生命的時候 在他想不到的時候 主人忽然間出現 就重重地處自他 其實我們見到 耶穌回來的日子是越來越近 我們不要只是 這種仆人 直接就沒有預備好 直接見到耶穌就很慘的 但我希望我們做另一種仆人 就是說 我們有耶穌的眼光 這個世界需要復興 太多軟弱的基督 太多沒有時貢的基督 大家是不是有見過 很多就是回教堂坐在那裡 聽完道就回家 但有沒有做呢 不知道 對於神的話語不是有興趣 對於親近神沒有興趣 對於時貢神沒有興趣 對於全方沒有興趣 這樣的時候 就是根本在天國裡面 發揮不到 他應該也會做 但如果我們真的給神用 的時候 那種發揮是很大很大 可以很大 就是預備好耶穌回來的 另一個比喻 耶穌所說的 很特別的這個比喻 因為這個比喻 是說到 那牧人濫用主人的錢 但是耶穌就說 這個人我們要學他 為什麼要學他 我們大家看看這個比喻 魯家福音十六章一節 耶穌又對門說 有一個財主的管家 怎麼知道管家 亂用他主人的錢 所以主人就叫他來 他說你做什麼事 好了 你現在不能再做管家了 炒魷魚了 不過還給他一點時間 而這個管家 他就說 死了 我又 真是他不做管家 做什麼呢 坐地又沒有力 乞衣又害羞 有什麼方法呢 他就濫用他主人的錢 怎麼用法呢 一起讀一下第四節 我知道我枕又行 好叫人在我 不作管家之後 至我到他民家裡去 於是把獻他主人債的 一個一個的叫了來 問頭一個說 你獻我主人多少 他說 一百樓由管家說 那你的帳塊傻下寫五十 跟著其他的都是這樣的 那他就說 叫了那些 那些欠他主人錢的那些人 你欠多少錢 好 減掉他們 那希望將來 他們會善待他 即是希望這些人會善待他 但是呢 耶穌清產這個人 他有他的聰明 我們要用在天國 那怎樣 怎樣稱讚 首先那個主人稱讚 一起讀一下 主人就誇掌 者不義的管家 做事聰明 因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 教比光明之子更加聰明 我又告訴你們 要藉著那不義的錢財 結交朋友 到了錢財無用的時候 他們可以接你們到 領存的帳幕裡去 那這個呢 不是很合常理的一部分 就是這個不義的管家做事呢 那個主人不如讚他 不過呢 即是以某程度來講 他是有他的聰明 不過那種是自私的聰明 這個即是說 哇 他在人來講 可能稱讚他 哇 這個 很聰明 不過這個 用什麼字呢 即是說 聰明不離 不是真是誠實那種聰明 他不是這麼誠實 不是誠實的 不過他很聰明 然後蘇澤根就說 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 教比光明之子更加聰明 因為今世之子 他是管理他的錢 或者追求錢 是比天國之子更加聰明的 然後耶穌就用這個比喻 是什麼呢 你就要藉著這個不義的錢財 他不是錢本身是不義 而是錢可以行不義的 這些錢你就結交朋友 到了錢財無用的時候 就要接你到永全的帳王 就是說呢 這些錢呢 你可以用 用的時候呢 去祝福人 以致將來能夠接女天堂 那這個比喻呢 你看完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有很重要的意思 就是說 其實我們所有 由我們的錢 我們的健康 我們有一切的資源 不屬於我們 這個管家都是 那些也不屬於他的 不過用了主人的那些 就益他自己 而我們其實 所有都是不屬於我們 因為我們赤身 來到世界上也都赤身歸活 什麼都是神的 這些一切 我們現在覺得是我的 我的銀包 我的銀行戶口 我的屋 我的車 我的錢 我們覺得是我們的 我們的財幹 我們的能力 但其實這些一切是神美的 如果我們善用 這些不屬於我們的東西 當我們用的時候 將來 這些所有做在主身上 主做在人身上的時候 這些就會將來接我們到永全的房屋 就會將來賞錢 這個耶穌說了一個真理 就是我們有的 不是我們 很多人就只是用在自己身上 只是為了自己的益處 但如果你將你的一切 用在神身上 這個就是聰明的管家 想大家想一想 明白這個比喻 比喻的意思就是 我們一切 這個觀念要慢慢想的 好 不如大家試試 你的手拿著你的錢包 這錢不是我的 是神交給我負責的 你試試 這樣真實一點 好嗎 拿著你的錢包 這錢不是我的 神交給我的 給我管你的 如果我只是自私 將來沒有用 全部沒有了 但如果我能夠忠心的使用 不單是奉獻到幫助有需要的人 還有我的恩賜 我的恩賜 拍下心口 我的恩賜 我的財幹 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 是神給我的 交給我負責的 我用的時候 神就會起源 將來就接我們到永存的房屋 其實呢 我們是用神給的資源 所以你可以放膽用 那你就放膽用完 沒有了 你真是用在神的家 神是一定要給你 我感謝神 神知道我這個心 神給我 以至我可以繼續去宣教 是神的恩免來的 這個不是必然有的 以前曾經有人跟我說 有個教友跟我說 那時候我要離開香港的時候 他跟我祈禱 這個人是有先知性的 還有他也是其中一個人 他兩夫妻集 其中兩個人 在未見我之前 他就發文見到我的 這個丈夫很搞笑 他的太太就是早上發夢 就見到教堂有兩枝羊竹 因為當時我在信念會 為什麼教堂有羊竹 真是他去到教堂 去找我的神 真是有兩枝羊竹在那裡 那天他丈夫要上班 然後他回來的時候 他丈夫跟他說 牧師是否光彤 他說你怎知道 我昨晚發夢見到他 即是兩夫妻都發夢見到 那這個弟兄他就為我祈禱 他說你現在要離開香港 但你將來會回來 那時候我簡直覺得不可能 即是我覺得怎麼可以 已經不行的 但是神真是讓我能夠回來 因為當時我第一個太太 她已經離世了 她是不想留在香港 她不適應到香港的生活 比起她說你會全世界 她說我看到地球 你從地球這樣去的 另外一次有一個報道家 在一個聚會 整班人在那裡 他叫我出來 他就跟我發言 他就說你將來 會去到列國 但是他完全不認識我 去到列國祝福人 另外有一個人 他在祈禱的時候 他見到我在我那裡 發出幾條河流 去不同的地方 那我都希望大家都 好自我這樣 這個心去祝福人 你要一個心去祝福人 神一定會起歡喜 神一定賞賜你 你不要說你自己不行 你能夠做到的也不行 一杯涼水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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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做兩杯 兩杯涼水 你便開始關心人 問候人 為人討告 所有神都會歡喜 一起說 我所有為神做的 無論多小的事 只要我真心愛神 真心愛人 神一定會歡喜 首先我們要明白 就是神是最好的管家 因為他管理好你的事 你不用擔心 他一定搞定你的事 有些人 哎呀我生命很多破碎 很多煩惱 又沒有錢 又沒有什麼能力 但是神是最好的管家 所以我們可以放心跟從他 提摩太后書一章十二節 因為知道我所信的是誰 也深信他能保存我所交付他的 直到哪日 還有詩篇一百三十九篇十六節 你所定的日子 我相信那日 你都寫在你的策上裡 這個講到就是說 我知道我所信的誰 就是全能的神 深信他能夠保存我所交付他 直到哪日 你將你的生命給耶穌 神是我願意服侍你 我願意做到什麼 祝福人我都願意做 神就一定保守到哪日 其實我出身是很貧窮 我小時候 我試過有一次 第一就是我家裡 因為賭博 不是我賭博 家人賭博 周時沒有錢 吃法沒有米 我試過那時候 我買了一些衣服回來 可以濕了鐘 因為拿去當了賭錢 我試過有一次 新年的時候 我走出街 但我沒有衣服 我就穿校服 是穿什麼校服呢 夏季校服 有個同學見到我 他在笑我 什麼冬天穿夏季校服呢 因為那時候我沒有遮現衣服 即是我在這樣的家庭出身 但是神會為我預備 以致神給我一切封聖 令我能夠祝福人 但我有我不是為了享受 我就是為了祝福人 神會保存的 你的心向著神 你能夠今天說 神我的心向著你 我的心給你的 我的生命給你 我的財幹給你 當你有這個心 就算你做得不多 不要緊 神會提升你 我們會訓練你 你會一步步不提升 祂一定會保存你 你交付祂 因為神是最好的管家 祂會管理好你 其實大家有沒有發覺 很多時候遠有神 都會繼續找我們 祂繼續感動你 神就能夠管理你的生命 拉回你回頭 即是神真的很厲害 不聽話 祂會拉拉拉拉拉拉拉 拉回你回來的 即是聽話 祂一直提升的 神就是一個最好的管家 所以我都會放心 神是最好的管家 還有呢 祂在我們生命定了日子 已經寫在祂策上 已經寫在這裡 我們一生的日子 是必定有神的祝福 只要你行這個計劃 但是這個行這個計劃呢 是有方法的 正經說 羅馬書十二章一到二節 將身體現象當作活際 沒有效法這個世界 心意更新而變化 才能夠察驗神的善良 順全可欠的旨意 如果我們經常掛著打機 經常掛著玩 經常掛著睡覺的時候 我們是得不到 這個完美的計劃的 我自己真的 我看到經常都碰 不是碰釘 碰到神奇的東西 好像我今次去宣教 碰到你是很神奇的東西 你都會碰到神奇的東西 好了 我們管理生命的時候 要做什麼呢 打敲殺 即是不要要的 我們要管理我們的煩惱 有很多人都是煩惱的 會埋怨神 埋怨人 會放棄 即是有不同的東西 其實我只是講一些例子 好了 煩惱 但我叫什麼呢 就是親近神 相信神的恩典 相信神的祝福 埋怨神 還有人的時候 很多時候埋怨 其實總有方法 我們親近神 總有方法處理 多難都好 總有方法處理 有些人放棄 哎呀死了 這些人對我不好 我做不到 但我們可以選擇 正面的思想和行為 怎樣選擇正面思想呢 譬如有人攻擊我 譬如今次我去到宣教 都有人拒絕我 但是我就說 不要緊 神總有出路 神真的為我開出路 當時好像沒有出路 但是神就為我開出路 這個就是神很奇妙的 所以我永遠都是正面 神一定幫我 因為神說了會幫我們 神會有奇妙計劃 我一起宣告 神說了會在我們生命有計劃 祂一定會成就 祂一定會管理我的生命 祂一定會醫治我 一定會釋放我 我不需要煩惱 不需要埋怨神 不需要埋怨人 不需要放棄 我可以親近神 我可以尋找主力的方法 一定會找到的 還有我可以選擇 正面的思想和行為 很多人的習慣就是 哎呀好煩 哎呀不行的 這個是他自然的反應 但是我們就選擇 就是從小時候開始 當我信主的時候開始 其實我都很多迫白的 我一信主的家裡 你馬上罵我 說我為什麼信耶穌 為什麼受勢 但是我心裡已經說 不要緊 祂說的不要緊 就是神已經教我 不要緊的 祂說這件事 因為我找到的是真理 好了 沒有管理好生命的藉口 還有原因 什麼藉口呢 隨緣 隨意 隨意 哎呀不斷耳 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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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辛苦的 要管理 哎呀 做人做得那麼辛苦 做什麼 其實我很開心 我不覺得我辛苦 還有呢 人人都有問題 改不了的 哪裡改到的 管理都管理不了的 不行的 慢慢來吧 來日方長 還有很久的日子 很多人就是這樣 來日方長 真的慢慢慢慢 就沒有太多時間 我真的發覺 時間其實很寶貴 很重要 我是珍惜我任何的時間 如果我浪費時間 我是覺得很內疚的 好了 基本上管理什麼 有三方面的 簡單很簡單 大家可以記得 一起讀一下 與神關係 信靠親近遵從神 自己的內心和生命在每一方面 愛人如己 不受負面影響 其實很簡單 神 自己 和人 就是同神關係 三樣東西 一起再講 信靠親近遵從神 我信靠神是最好的 我親近祂 我又遵從祂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我信靠祂 祂很愛我 祝福我 我又經常親近祂 經常依靠祂 看聖經 祈禱 從神得力 遵從祂 和侍奉神 就是同神關係 然後 我內心和生命 每一方面 我有什麼問題 我就處理 大家想到什麼問題 就要處理 那你說 哎呀 處理極都處理不到 其實有時候就是 我們容許自己 隨意 和 不要去刻意處理 其實當你留意到 為什麼我會這麼容易發脾氣 為什麼這麼容易煩 就是因為我介意人的體案 就是找出根源 我介意 其實不要緊 他說話 是不是這麼有權兵 其實不要緊 當你學到 不介意 沒有所謂 他說了就說了 他說想傷害我 但我不用一定受傷害 我不用一定受落 這樣就不能處理到 我其他很多地方都有教導 怎樣處理 那又愛人 關心人 人家對我負面 我都不給他影響 因為愛人的時候 都一定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好了 那有問題 神會提醒的 很特別 感謝神 神會提醒我們 祂修理我們的生命 祂會 這裡可以領一領過來 這個圖牌 領一領那個 那麼 神就會提醒 和修理 會提醒我們 你悔改啊 你要改變啊 這樣 還有修理我們的生命 將我們的生命管理 好了 當你順復 向上就順復 順復的時候 一個計算順復的時候 就越來越高了 但是當我們不順復 向下呢 不順復的時候 就越來越低了 好了 如果你曾經沒有順復 但你又向上 又可以向上了 我想大家再明白這個圖 這個圖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以往你已經很多不聽話 你現在還可以向上 現在還有機會 不要等到你八十歲九十歲 那時候才回來 你現在有機會 你曾經順復 但你不聽話 你一樣可以走回到下坡 那這個就是我們一生人管理 是需要持久 但是 那個動力 我希望大家的動力 就說 死了吧 這樣就很辛苦 耶穌很愛我 大家一起說 耶穌很愛我 耶穌我的生命有奇妙計劃 耶穌我的生命有奇妙計劃 可以大身 我生命很寶貴 我生命很寶貴 我可以祝福很多人 我可以大大發揮 神空喜悅我親近他的 我一個尊貴的王子和公主 當你這樣的時候有信心 你便說 我的生命那麼好 我為何要浪費了它呢 你會不會把你的錢包 丟到鹹水海 你丟到坑渠那裏 不會 因為這些是寶貴的東西 我們的生命更加寶貴 所以我希望大家 你就算曾經不順復 我都告訴大家 我都曾經不順復 但是我悔改 我經歷四年之後 我更加 真是神幫助我 完全下了神嚴的計劃 不要浪費我的命 第一就是管理 與神的關係和內心世界 這些就是負面的 懶親近神 負面的思想 憂愁 煩惱 容易受傷害 自我掌控 這些就是自己掌管生命 好了 那怎樣做呢 其實很簡單 珍惜神的愛 和我們的生命的寶貴 其實神很愛我們 神看中我們的 我們生命很寶貴的 那 讀經討告 得到平安喜樂 一定要從神得力 親近神 神的話語很好 我觸實神的應許 觸實他 就是看聖經律 經常數算神的恩典 和正面的思想 經常討神的恩典 和正面處理問題 有什麼問題 立即正面處理 不讓人影響 寶負在神面前 這個很簡單 我只是給大家一個觀念 怎樣管理和神的關係 和內心的世界 管理人際關係 不是急躁煩惱 容易發怒 容易論點 而是每一個朋友 都是珍貴的 好的朋友是珍貴 有些人說 我有神 我不用要人 隨意傷害人 其實 有人在我們周圍 扶持我們 為我們討報 一起走這條路 是禮物來的 你們是我的禮物 我都是你們的禮物 我是珍惜你們的 我不會說 隨意傷害一個人 隨意傷害一個人 就會破壞了神的計畫 所以 和人的關係 我們接納她的弱點 也不受她的影響 這個是管理和人的關係 從小開始 都開始和人有好的關係 管理婚姻的關係 婚姻家庭 管理好 我和我太太 我是順量 是完全令到她覺得舒服 開心 令到她享受 令到她覺得被支持 被鼓勵 她也是同樣地對我的 這個就是 怎樣建立一個好的婚姻 如果我適奉好 但太太不好的時候 關係不好的時候 我對她不好的時候 我就會 後面好像有支箭插著我 很辛苦的 很多人是這樣的 未結婚就很恩愛的 結婚了 你有沒有洗碗 你有沒有掃地 你有沒有做什麼 你有沒有做什麼 其實這些可以說 不如我們一起掃地好不好 我們一起收拾東西 我們一起整理你家 更加充滿耶穌的愛好不好 我們一起擺十字架 擺在哪裡 就是用她一起去參與 這樣的時候 就用正面的 有些人的婚禮是這樣的 兩個互相洗腳 原來在婚姻裡面是洗腳 不只是對方要做什麼 去關心她 去聆聽她 去照顧她 管理健康也很重要 有些人 試過有個人 他很想去宣教 不過她的體重很重 不過她的體重很重 我絕對不是跟任何一個人說 你什麼體重 不過這個人 他宣教 他很想宣教 不過她很重 她的關節就很痛 其實她的體重 關節就會受傷 是很難走路的 走路很難的時候 很難宣教 這個管理健康也是很重要 有很多人經常說 很累 其實這個也是我們吃什麼 和心情影響的 吃的東西是健康 其實人工製造的東西 很多是不健康的 神造的那些是健康的 神造的那些吃更多菜 水果 這些是比較健康的食物 這些大家知道 煎炒 吳予運動 狂躁抑鬱 或者日夜顛倒 而是健康的 身體心靈都健康 這個都是管理 就是管理生命 不是管理一樣的 管理事業 有些人他不投入做事 很容易被人炒有餘 他做事不投入 他好像懶得就懶 可以怎樣的方法 不用做就不用做 但是這樣的時候 老闆一定要知道 聖經有說一句話 不是好像服侍人 好像服侍神 你上班好像服侍神 神是歡喜的 而工作的時候 我們一方面勤力做 和人際關係都良好 工作有好的表現 都是我們基督徒管理好我們的事 管理金錢 很多人就會亂用錢 一見到蘋果第幾個手機出 又很想買 人家都有 我都想買 亂用錢 就變成一種習慣 獻卡數 其實有些人很慘 因為卡數的利息是很高 如果借大耳孔那些更加慘 真的有些 我都不知道何時還得到 當他告訴我 數目的時候 我都說 我都不知道你何時還得到 有些人管理生命實在很困難 以買東西為樂趣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有些人有空去看那些雜誌 上去淘寶找 在哪裏買得 不是有需要 是買得甚麼 當然很多東西買得 買得又不用 又不是真的要用 這都是一種以買為樂趣的 其實我們買的東西沒有用 那些錢奉獻了就很不同 有些人就好像十一奉獻 就是我的最高點 其實十一奉獻是我們最低點 現在神是紀念 那些錢就永存 你買了東西放在家裡 那些是沒有了的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奉獻了 是神喜悅的 開源節流 量入為出 勤勞做事 不亂用錢 然後先求神的博 神有供應 神真是供應的 還有管理奉獻 就是不懼怕去奉獻 金心樂要奉獻 因為神喜悅的 有很多人去過天堂 曾經有一個王泉 他的影片我都放在網上 我個人認識他都幾多 我中間也有些人見過他的 他在天上的時候 他講到有些人的奉獻 當然也有他的侍奉 其中他的奉獻 就是他今生樂意 你奉獻的時候帶著笑容 神是很歡喜的 是永遠記住在天上的 我們今生的時候 神喜悅 還有管理時間 很多人就無聊 時間隨意的 但你珍惜時間 其實時間很寶貴 就是不要在那裡 有些人就是會 真的親近神 讀聖經 操練事奉 訓練事奉 還有管理恩賜 其實很多人有這個自然的恩賜 不過他沒有操練 就不會發揮到 操練的時候 其實我發覺很多人的事奉 神都給我的 神給我看聖經 記得聖經 給我講信息 為人討告 去宣教 神就給我學英文 就是一個老師幫我 那時候他錄了一些英文 他叫我跟著講 我跟著講的時候 過了兩三個月 那些同學就說我 不在香港 他的英文忽然進步了 講的口音很不同 其實我去到外國的時候 我是二十三歲 通常一個人十歲 去到一個外國的地方 他就可以講回本地的語言 就是有本地的口音 雖然我不是本地的 即不是外國人的口音 但是我是接近的 但是我去的時候 二十三歲 但是因為我努力去做 神都給我講英文講得好 所以去到很多國家 都可以去宣教 那這個就是 我們有什麼 就是我有機會 彈琴我又練更加好 有機會進步 我又再更加進步 我感謝神 神給一個好彈琴好的姐妹 來到我們當中 神來興起她 我們又互相切磋 怎麼可以進步 我又會追求更加進步 即是說我夠了夠了 我不會這樣說的 我怎麼可以進步 我去樂意進步的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我以前曾經練彈琴 因為練六七個鐘頭 那時候我做青年少年工作 我聚會完了 到下一個聚會中間 我很長的時間 我就在那邊練 一邊練的時候 練的時候 好像會飛的感覺 所以我到現在 其實我已經差不多六歲了 差不多了 我的手指依然動得很快 這個就是在練習的時候 但現在我已經沒有時間練習 但是神依然給我保持 還有管理侍奉 有些人侍奉的時候 會傷害弟兄 你又沒有愛主 你又不聽話 你又上去你沒有回 你這樣 令人很受傷害 其實我們要正義 耶穌很好 很多恩怜 我們一起來享受祂 我們親近神真的很得力 還有有些人 他真的他的生命羞辱主命 沒有心侍奉 或者爭取他的榮 但如果你榮耀神 你做到多少 少少你榮耀神 神都會歡喜 這樣的時候 你的侍奉 就可以一步一步提升 大家一齊讀一讀好嗎 在愛中有什麼呢 第一 與神關係 內心的世界全力 與人的關係 婚姻家庭 健康 事業 心情 奉獻 時間 恩慈慈 你說很多樣 其實每一樣東西 你管理好 那樣東西都會很靚的 你種花 你會管理好 很靚的 這樣的時候 我們生命有些什麼 我們就管理好 求主幫助我們 在這一陣子 我們都反省我們生命 我們一起低頭報告 大家默討 到底我們的生命 有沒有管理好 因為浪費了一條命 如果我們浪費了一條命 是很可惜的 因為這條命實在太寶貴 我們的命是很寶貴 錢買不回 錢買不回我們的時間 但你做得不好 不要緊 耶穌幫我 耶穌就很寶貴 給大家反省的時間 我們管理生命 到底是怎樣呢 我們管理內心世界 和神的關係 管理和人的關係 管理事奉恩事 時間 健康是怎樣呢 對我 還要下一個不注意訢 神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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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与人的关系,我们的恩赐,我们的奉献,我们的慈奉 最重要就是与神的关系 帮助我们好好管理我们的生命 我们在神面前宽改神明 帮助我们珍惜我们的生命 我们只能够活一次 我们管理好生命,以后我们就越来越被提升 多谢天父,多谢耶稣,多谢天父 求主在我们当中,兴起人真的说 神啊,我要好好做好的管家 我好好管理我的生命,好好发挥我的生命 我就一直梦神的喜悦 多谢天父,赞美天父 神看中我们的,多谢主耶稣 在这里当中,有哪个人你觉得 我生命有些地方需要神去帮我管理好 你举个手,你向神啊,我需要管理好某些地方 你现在开心和神说,神啊,我需要管理好什么 你向神去说,我哪有需要管理我 求耶稣你帮我 你自己向神去说,你求神给你一个计划 我如何开始去管理好我的生命 多谢天父,你将生命给我们 真的很美好,我们的生命很特别 你给恩赐我们,给能力我们,给财贯我们 给各样我们所有的资源都是很特别 主要帮助我们管理好我们的生命 不要浪败了一条命 而我们管理好的仇 虽然我们未管理完,我们向着你的方向 一步步去侍奉你,神必定喜悦 多谢天父,感谢天父,求主你私恩祝福联名 多谢主耶稣,感谢主耶稣 我请大家一起起床 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反省 然后我们预备我们心领受圣参 我们自己醒悦我们的内心 我们有什么地方,没有跟从主耶稣 没有管理好生命的 我们都向神去悔改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省悦我们的内心 多谢天父,求主耶稣 神都很樂意射滅我們 我們願意用一個悔改的心 歡迎耶穌的射罪 神呀 實在浪費了我們的心 很多的地方 求主詩人提升我們 在這個末後的世代 不是再想我得到什麼 而是我能夠怎樣祝福人 我怎樣走在神園裡的計劃 神呀 這裡當中 神要興起更多的人 神要興起更多的服侍者 興起更多給神使用的人 神你會大大的興起我們 多謝天父 多謝主耶穌很大的恩典 感じ budget 賣服 穗